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来咯 我们现在来讨论关于Inventory 就是Bob Enum的6.2的下一个部分 OK Part 2 Inventory 啥是Inventory Inventory就是Inventory咯 所以很多人会讲Inventory就是Inventory咯 为什么要想太多咯 不要想太多咯 OK Inventory 就是你的产品 OK 所以 你的Box 是不是我画一个Box 这样子 OK 来 我用到那个 嗯 嗯 嗯 OK 好 So Inventory就是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 怎样来的 你买来的啦 买回来的 跟谁买 跟你的Account Balloon Buyer买回来啦 So 你的产品你是哪买回来 OK 你是用你的成本 我们有一个成本 这个成本就是叫做Cost 它是Part of我们的Cost Journal So 这些Inventory我们买回来喔 是叫做Berlian OK And then 它留到你的Temple per Account 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月 OK 假如说你的Temple per Account 的这一个啊 Temple per Account 是January到December OK 2023年 你Started Business Start Business啊 你有的是Berlian OK 你当然一Start Business 就是买东西啊 因为你空空的嘛 OK 在January Start Business 然后来到December的时候呢 OK 你结账是不是 你剩下的 剩下来的 产品 没有卖出去的 这个是叫做Inventory OK OK 因为你要把这个Inventory 带去到下一年 你要跨年 所以当你跨年的时候 在2020 24年的时候 January 这一些 上一个年份 就是上一个月 在December的时候 2023 带下来January的 这个Inventory叫做 Inventory 阿王 OK 然后在一整年里面 你又有买东西 有买货 OK 有买货回来 你有Berlian After that 剩下的December 又叫做Inventory 阿贴啦 And 以此类推 2025年也是一样样 OK 那么 你为什么要买Inventory 因为 你怎样赚钱 如果你没有买回来 买东西 你怎样卖出去 如果你没有 买东西进来 所以你怎样卖 OK 接下来 你买 你要把这个Inventory 你要赚钱吗 所以你买回来 你Incur 你的成本 Cost draw on OK 因为 4 卖出去 来赚钱 来赚钱咯 Either你怎样卖 你买的时候 你用Tonight来买 或者是 你用Credit的方式来买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Uruzniaga Tonight Credit 这里也是一样 Cachara Tonight Cachara Credit 你赚钱 OK 所以你卖通常 大多数都是卖给我们的ABT 或者是Cachara Tonight OK 所以这个就是会成为我们的Drawland OK Inventory减少的时候就是Drawland Either inventory减少 OK 你看啊 那这个是A little bit of 这个 Revision for你的 好像BubDuo 跟BubDuo 这样子 Inventory增加的时候 你都是在做Variant 其实 OK 当Inventory减少 有两个事情 Either是一个Drawland 或者是一个Umbelan For 什么 For自己的私人用 记得是私人 或者 OK 你减它的时候Inventory 对不对 可是其实就是你在点你的Variant 因为你要把那个货拿去做成什么 Promosy OK 或者是Derma给老人愿 股儿愿 OK 所以是CreditVariant OK Credit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是Debit Ambilan 这个是DebitVariant OK 好 所以你卖出去的时候 OK 是这样子的 你买的时候 这个是你的Cost 假如说你买的这个产品 是100块 当然 你卖出去 你要赚钱嘛 你肯定卖高过100块 对不对 你不可能卖100块 你买100块 卖100块 我请问你在那边搞Break Even Point 就是没有赚没有亏 你做什么生意 很傻 OK 所以通常 生意哦 他们会加一个东西叫做Dococan Dococan 所谓的英文叫做Mark Up OK 它会标高它价钱 怎样标高 假如说这个是100% 100块100% 它会加一个 假如说Up to you 50%的Mark Up Tococan OK Tococan 这一个啊 你会学这个 concept在FORM5的Mark 1 可是在这边我跟你讲一点点 OK 所以就是说它提高50% 所以就是一个RM50块咯 所以你卖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RM150 OK 所以你的总共是一个150% OK 你的售价 OK 所以你赚的钱就是这笔咯 50% OK 50块钱 因为你要赚钱嘛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Inventory 这个一点点的小小concept 跟IT OK So Inventory 你either是可以买回来 或者 因为你买回来是已经是现品了的 已经做好了的 或者 in a way to say 它是一个Baron setup OK 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 你自己做 可以自己制作呢就是你有自己的工厂 你看 Pajamara Udara 自己有一个工厂里面有员工帮你去弄 然后这些是那些Machine 那些Machine Belt 在那边弄的 OK 自己做 这一个呢 他自己也有一个chapter 从5的Baron to Joe 你会学的是Cos Penelaran So你的这一个自己做的话 那么你肯定也是要买原料哦 你要有勤工人来帮你弄哦 你要打pattern啊 那个版权啊 的Cos 这个就是你的Cos Penelaran 它是叫做Cos Penelaran But then它就会变成Part of你的Cos Penelaran 在你的Apur那一边 在团队的时候学咯 OK 所以你的Inventory可以是Menta 就是原料 或者是Separosyap Kerje Dalam Process OK 然后就是已经是做好了的现品 所以这个是还没有碰的咯 这个做了一点点咯 这个是已经搞定了那个产品 自己做多后 你卖出去更高价 OK Always remember 你买Inventory 就是要卖更高价来赚钱 OK 所以这个就是Inventory and extra的Import and extra的透露 iPhone 5的Cos Penelaran 然后Inventory是怎样搞的 它在怎样的情况下 它有些不同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们的 你怎样 trace 你怎样监督你的货的 进进跟出处 OK 在你的课本里面 我们就有提到这个System Inventory OK 你的这个产品 你的货的那一个系统 第一种 我们的是有Bergala OK 就是Periodic 就是说 你通常是用For小型的电 杂货电 OK KK Mart 7-11 99 Speed Mart 这种小型的电 OK 它不会真的就是一直 trace那个货的进进出处 它会有这样子 怎么讲 它会突然间 那个TN面 是不是 它会关掉的 它会关掉一两天 然后 它就要说 stock 你都要用Megira stock 这个就是System Inventory Bergala 或者是可能 99 Speed 好像是比较大 可能就很小很小的 找货电那种 You know 很小很窄的那种 那种很小的 OK 它们用的Bergala 因为它不是每天trace 那个破进进出处 OK 这个就是Bergala 另外一个呢 就是Continuous的Bertalusan Bertalusan Bertalusan就是大型超市 采用的一个模式 OK 比如说我们的Aeon Lotus Jaya Grocer 以前我们有Tesco 是不是 这些大型的超级市场 它们会用的这个Bertalusan 为什么它们会用这个Bertalusan 因为真的是要用到 因为不然的话 你做Bergala跟你讲 你算货都算不完 这样大型 怎样算全部都货 那个点算那个货 所以它们要怎样点算 OK 你还记得吗 当你买东西在超级市场的时候 这些Bersaraya Bersar 你去Counter的时候 它不是在那些扫描 那些扫描 那个Scan 不过现在讲的那个Scanning Machine 这个Scan的东西 连小型的店也开始用了 其实 这个是现在 但是 在Syllabus wise 你就记得 小型的店是用Bergala 它就会点算货 一时一时 不是每天 每一次 OK 大型超级市场 就是有一直在那边 做Bergala 就是它一Scan的时候 直接它会进去System里面了的 它跟你讲 出的货多少钱 那个Cost多少 多少几时 哪里 哪一个Counter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 OK 什么货也好 OK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detail 它就on the spot on the spot Rekord Rekord了 开进Rekord了 Backend System那边会trace到 而且Backend那边 OK 它买货的时候 它放那些货的地方 那个 如果你有去 好像假如说 IoImore 这种的地方 你去受箱那边 就是一个 我忘记那个英文 就是 它就那个Lori进来 放那个货在那边 那边又有不一样的系统 点算那个货进来多少个 价钱多少 DL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System Inventory 的路上 因为它scan很detail on the spot 进进出出 会知道的 OK 那么在大学 我们也是会有学一部分 Extra的 Just to share with you OK 大学 会有学到什么 LIFO FIFO CWA PWA 这种点算货的方式 OK 还有 的就是 的就是 在这个 chapter呢 有一个小小的 PLA RASAN 有一个小小的PLA RASAN 就是你的 Inventory Inventory Question 可是它到最后 每次都是很热门的 平时看到它就是 在你的 Apple BKK那一边 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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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这一个热门呢 它就是 有一个句子 它第一个句子 都是第一个 Point 就是说 Inventory Art year 假如说 这边我用的 刚刚就是December December 31 December 2023 year 的网络 的网络 假如说RM 2000 PADA HARGA COS DAN OK RM 18 PADA HARGA PASARAN OK 这一个句子 很常见的 OK So 你要怎么做 OK 这一个呢 我就要跟大家介绍 我们有一个 Rules 如果是用大学的 International rules 的话呢 它是IAS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Number 2 或者是Malaysia的 OK Malaysia也有自己的Rules 在课本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 它写MFRS Number 102 OK Malaysia Malaysia Financial Report Standard 102 OK 所以 PENILAIAN PENILAIAN 你讲 你讲Determine The Value Valuation Clothing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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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出现在你的 Apple OK 还有 PKK 的 Assets MASA 你要怎样选 有2000跟1800 Always 记得 选 最小的 任何一个 管它是Harka Cost 或者Harka Pasaran 其中一个比较小的 號碼 你选它就是 就是这样 OK Inventory Always pick the smallest among the two OK So 这个就是平时你会看到的 那么现在我会跟你碰一点点 Card Inventory 如果它叫你开Card Inventory 它一定会在后面的所谓的 Lampera 它已经provide给你的 那么你就要撕开来 撕掉来 然后在那边填充 OK SINGLE PASAMA 还是Bukutunai Bukutunai 通常后面会有了的 它不可能真的叫你画出来 如果要画出来的话 真的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Card Inventory OK Card Inventory 就是这里的 这个是你的课本里面的 我摘录摘下来的 这个就是你的Card Inventory 的一个 Amount OK 所以你有进来 In Out Bukutunai Bukutunai OK 它是Cumulative的 所以你看啊 它进来的时候 好像假如说我们看这个Pertice Joke Pertice Joke 进来的时候 OK June 1它有Bukutunai 剩下 带下来去年 哦 上个月 没有哦 没有东西 Tokosong啦 所以现在 3月 June 3 6月 6月3号 有一个Invoice 你是买的 所以你买的时候 就是因为Masuk Masuk一定是Belian 好的啦 OK 你Belian OK 或者是你的 你要加货 Kelua 一定是你的Jualan 或者是Ambelan OK 或者是你还出去 OK So 你有Invoice 你记录Quantity Harga Amount 然后 拿到Amount 你出去的时候 Invoice 你看啊 Kelua一定是一个Jualan来的 因为出去嘛 一定是一个Salinan来的 然后这个啊 一定是Astar来的 因为Question它可以出啊 就是它给你Document 那么你要看Document咯 Astar就是进了啦 你买咯 Salinan的Invoice就是 除了你卖的货 OK 你卖的时候你卖多少个 六个 那么你就剩下六 多少 on the spot up to date 你的Card Inventory 还有的一点就是要 记得啊 always rememb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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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Card Inventory is based on the cost 你买的时候 的 价钱 而不是你卖的时候 因为这边Kelua有的卖嘛 很多学生会突然间把那个Halga 不是写960 你写成另外一个号码 你写成那个1000块 不是啊 不是1000块啊 你要based on你这个就是了 你总之你看Invoice的时候啊 当你卖出去的时候 你只是看这个 你卖多少个就是了 OK 你不要看那个价钱啊 你的价钱是based on这个 960 OK 10 nota credit 你还出去 Bill tonight啊 这一个一定是 Salinan的啦 因为你卖过嘛 又进进出出 然后你又卖 这样子 OK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了啦 已经剩下了 因为卖光了 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假如说电视线 machine phone 以上 whatever 都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选cause hasta based on你的第一次你买的时候 那个 amount OK after that alright 到最后 你剩下多少个货 就是based on这边了的 ok 这边 你这边剩下的 amount 我每一样东西 那么你的 Penieline Inventory 是在这边了 zoom 所以这个就是 Hardga Cost Based on Cost 如果要 做另外一种 的 pattern 可以 假如说这个是 Penieline Inventory 你剩下Hardga Cost是多少 这些 就是Based on我 Highlight的 这个部分 你全部加起来 总共就是4700 这个是 Penieline Inventory 如果 我要做一个 Belara San 我这一个部分 它除了可以写成 这样子 是最简单的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这样子 for example 这个是 它可以写得到一点 OK OK Well Barang OK Unit 它就会有 Hardga Cost 的Unit Based on Based on 我的把握有iPhone 你有剩下100个 他个cost a unit 2000块 一个 然后他个发展是1500 一个了 然后 ZPen 50 这一个他个cost的unit是50 他个发展是一个60 P Drive 80 他个cost 100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250 所以你要讲 算你的 Inventory Arcade 非常简单 Always remember 早了的 价钱 你一定要记得 因为它是 based on International rules 或是Malaysia的 rules 的那个financial reporting so for iPhone Harga Cost 和Harga Passara 哪一个比较小 1500 所以1500 乘100 OK 你就有 1500 所以就是150 那么ZPen的话 哪一个比较小 选这个 5525 2500 2500 然后P Drive 哪一个比较小 这一个 就这样子哦 钱 然后你总共 加起来 这个就是你的 答案 for你的 Inventory Arcade that你要 放进去 你的 Apple 跟PKK 哦 所以你的 Inventory Arcade 是 160 500 OK 这个就是你的 Inventory Arcade 的 value OK 你要放进 你的 Apple 还有PKK 的 那一个 assets must 所以这个就是 Inventory Arcade OK 那么 Inventory Arcade 如果要再 更加 深入了解 OK 好 在这边 有一个 所以跟他们讲 跟大家分享一个 比较 更高一点的 东西 到底 Inventory Arcade 越高 还是越 低呢 越高 越好 哪一个好 来我们看课本 课本 这个地 210面 OK 刚刚的那一个 Machine Penisa 是based on 这样子的啦 这个它会给你 Invoice Invoice 然后你要把它 归类在里面 然后算 真正的 价钱 到最后 OK So Now 如果Inventory Arcade 很低的话 会有怎样 就是你 增加的货 很少 OK 你看啦 Inventory Arcade 很低 这样子啦 假如说 46钱 那么你的 Unton Casa 就会这么多 OK Cost Rolant 就是会这样子 OK But then 如果是 一样样的 一个全部东西 可是你把 Inventory Arcade 变成很大的话 你的Cost Rolant 就会减少 那么你的 Unton Casa 会很高 所以 有些时候 如果你要 给人家 看到的时候 你 Unton Casa 好像 Macham Yes 对不对 你的Inventory Arcade 就是要很高 很高 OK 不要卖那么多 可是 它有一个 东西 就是说 这一个 看啊 即使你来 Inventory Arcade 的太低 它里面 akan menyebabkan 益益益 跟Inventory 就是说 你的产品 还在你那边 就是 没有卖出去 所以这个可以 可以说成什么 好像你 你好像在那边 造假的那一种的感觉 是说 你的Unton Casa 很高 可是其实你 面对的情况 就是你 不是很会卖 那个产品出去 OK 更惨 如果那个产品 是有 有 它的 Expirate 很靠近 它一边 Obsolid 两货 就真的是 卖不出去 你要去 随随便 去 Dispose Off来 卖一点点 Obsolid的东西 是大选 你会学更多东西 Obsolid就是 已经是不能用了 已经过期了 那种产品 OK 所以 它就会 显得你 不会卖 那些产品 而导致 你 秀出来 你的Unton Casa 好像很好 各样 OK 可是到最后呢 你看你的Unton Percent 会变成怎样咯 如果Inventory RK高 或者是低的话 也有好 也有坏 OK 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Inventory RK Render还是定义 它的这个造成的 Impact 或 which is an advantage 或者是 disadvantages 大选会更深入的了解 OK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 Inventory 读的这个 chapter的部分 的第二个影片 非常地短的一个 chapter 很容易了解的 所以 非常短的 chapter 很容易 所以 大家肯定 可以迎认 一切 OK 就是这样子 Bob and Nam 接下来 我们就会 看 Bob Dujo Lapan 跟 什么 平安 OK Bye Bye